Kitei它并不需要在任何一个被监控端上装监控工具 再说一遍,Kitei本身不是监控工具 它是什么?你现在能理解吗? 它只是个数据采集保存展示报警的工具 能理解吗? 但它的采集要依赖于别的机制的事情 要依赖于SNMP 要依赖于脚本 所以Kitei去获取数据的常用方式就有两种 就支持我们刚才所说的三种东西的两种 它没有自己的专用agent 是因为它本身不是监控工具 我们继续说 它通常只依赖这两款机制进行实现数据采集的 而为了能够让Kitei工作得更为优越 更为流畅 Kitei其实有着很强大的机制 比如说支持模板 主机模板 图形模板等等等等的 有着很多的辅助性工具 但不管是哪一种工具 或者不管机制哪种方式 采集下来的数据必须要保存 保存多长时间 这就是个问题了 各位有没有想象过 我们采集的这些性能指标 或者是服务器状态指标 应该保存多长时间 对于去年的数据 一般而言 我们关心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有些数据我们时下 我最多可能只关注过去一个月的情况 或者过去半年的情况 再多的时间 对我们来讲 可能意义不是特别大 是这样子吗 因此Kitei就采用了一种 非常独特的数据库 叫做 OK 叫Rounderobin数据库 我把它称叫做 轮转数据库 它的数据 数据库就是个使用文件来保存的 它是个RRD数据库 叫Rounderobin database 数据从这个Rounderobin的最开始处 注意啊 这种数据库非常独特 上来 它就把这个文件大小就确定了 你比如你要保存一年的数据 它估计一下 你要采取这个数据指标 一年的数据大概有 要占你多少空间 把这个空间一下子就直接划分过来 并且把这个空间干什么 给你封好槽位了 在里边直接就分成了一个一个的格子 每一个格里边可以存一个数据 听懂你意思吗 于是你按照你的时间点 一格一格往里存就行了 当存到一年到头了 那怎么办 覆盖继续再来一圈 覆盖再来一圈 明白吗 这叫轮转数据库 是不是很直观很形象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它所能够占的空间 既然是轮转的 而且每个数据都要保存的数据 也事先差不多都能确定了 因为它是个时间序列数据 是不是 所以它的大小上来就能确定了 因此这个文件从开始创建的一刻 大小就决定了 它不会随着你的日积月累的数据采集而增长的 就算你没有任何数据 它也是那么大 你只不过这些位置是空的而已 这个工具叫RRD 但RRD不是开态自己的 RRD也是一个专门的开源工具 这个开源工具叫RRD 这个工具自身可以完成 注意它的功能更强大 RRD都可以完成数据的保存 第一点 第二还能完成绘图 所以开态只不过利用了RRD 把它数据保存下来 并最终实现绘图的而已 那于是开态只是个展示工具 说到这了 是这意思吗 它只不过负责协调着 让这个R4MP去采集数据 采集下来之后让RRD去保存 当毕业的时候 让RRD去临时绘图 给我们的管理员看看 听懂没有 所以说白了 开态就是个偏域程序 是个PHP开发的程序而已 你用LNMP LAMP部署下来 它就能够工作起来了 前提是这些工具要准备好 当然我们期望通过介绍 开态或者Negos 让大家明白一个报警系统 或者一个监控系统 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那刚才我们提到过 当开态所采集的数据保存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这些数据本身 数据本身定义一个预值 所谓预值就是我们所定义的合理上限 能理解吗 OK 当它超出了这个上限 我们就认为就要触发报警 低于这个上限 它就表示在合理的区间内 李洁峰 而这个预值我们可以定义两个 一般而言 一个叫警告预值 一个叫紧急预值 比方说我们CPU的使用率 一直在80%以下 这时候都正常了 超过80%我们就开始报警了 开始警告了 需要引起管理员注意了 尤其是长时间超过80% 是意思不 而如果长时间超过90% 那就应该属于非常紧急的状况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报警状态 其实你可以定义两个预值 分别有两种不同状态 有一种状态你可以忽略的 而另外一种状态 则是必须要立即采取措施的 大约这种情况 对我们而言 这两种债通常也是 通常要实现的方式 开态本身没有报警功能 但开态支持插件 我们可以给开态装上报警插件 它也能实现定义预值 基于邮件 甚至根据我们自己写的脚本 基于短信平台进行报警 没有问题的 好 还是那句话 只不过它的报警功能很一般 而且可能报警不及时 不像Negos 触发了立即就能报警 但话又说回来 无论是Negos还是Katai 都不太适合于大规模的网络应用 你有没有想象过 一个问题 我们监控一个操作系统 不只是监控操作系统本身 我们可能需要监控这个操作系统的N项指标 我们去做体检 血压 血脂 各种情况 是不是都要检测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监控它的各个指标 而每一个指标是不是都有自己独有的趋势 所以 一个被监控节点上 我们可能要监控的指标有 N个 三五十个都有可能的 比方说 我监控一个Negos sorry 监控Negos服务 对Negos来讲 我们监控什么呢 在线人数 活动人数 非活动人数 是不是 或者叫活动连接数 非活动连接数 传承的自节数 以处理的自节数 以传出的自节数 这又是不是就过四个了 服务本身是不是正常 等等 这一个服务就这么多了 那如果你想想装了很多服务 还需要关心这个服务器自身的各种指标 CPU 内存 磁盘 网络流量 网络流量 大家知道应该还有进有出的 是不是 甚至我可能还有多块网卡 每个网卡都要分别看它的进出流量 所以这样也来不当即 一个服务器的指标都有可能有几十个 而每一个指标都是一个独立的 采集数据 数据采集 数据库 你有没有想过 当然你的监控对象有500个 每一个上面有30个指标平均下来 什么概念 能想明白吧 什么概念 这就是一万多个指标 是不是 一万多个指标 你没想过 我要并发出去采集数据 都并发进来 什么概念 那因此采集的频度不能过高 但有些指标我们关心的频度过高的话 就让它采集快一点 有些指标关心的不高 就让它采集慢一点 对吧 而开采的监测 通常这个指标采集是时间是好迷的 除了我们自己定义脚本 就算我们自定义脚本 而它的监控指标数据采集也是统一的 统一其实也没关系 无非都是 比方说每个五分钟采集一次 默而的情况下 可以定义每个五分钟采集一次 那如果大家能分散在这五分钟之内 这我一万五千个指标问题还不大 但如果某一次巧了 大家五分钟都是刚好 结合到一个点上了 那这就是并发量了 对于一个服务学来讲 一万五千的并发量是什么概念 我相信你们用腿也能想明白 那更何况 这一万五千个指标 我采集下来之后要保存在当前磁盘上的 应该有多大的Io啊 是不是 要明白这个问题 好 另外开态使用RD数据库来保存数据 它既是一种优势 也算是一种劣势 好 这样我说的开态 那继续说Negos 我说吧 Negos是一个状态分析工具 状态转换报警工具 对不对 它只关心状态 因此 Negos能够很好的实现报警 但无法提供给我们 好 感谢观看